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摇护士飞机 86年我们已经到现在 这个飞机在我们新疆航空公司来了海马功劳 现在到这要退居第二线了 图摇护士是几年来了 已经有62个月没有发生空中停车 这在世界上还是少有的 就是说飞行1000小时 它只出现空中停车 0.049 看来人的因素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为咱们新航这个俱乐鼓掌 有一次一个美国人坐我们的飞机 当他走上我们这个图摇54机舱的时候 他就发出这样质疑 你们的飞机安全吗 我们称武小姐不归不亢而又非常自信地回答道 先生 我们新疆航空公司已创造了安全飞行45周年的佳季 请您放心 当飞机安全地降落到喀什的时候 他这样非常郑重地到了我的跟前 因为我正好送客 他说小姐感谢你们的服务 同时希望你一定转达你们的机长 你们的飞行的平稳 是我所坐过的飞机中最感觉最好 最舒适的一次 我这人有的时候也特别喜欢那种刺激 你比如说我就我在想象 咱们飞行员有没有过比较惊险的这样的护飞的这种经历 或者有没有比较短的跑道 但是你迫不得已必须要迫降的时候 咱们用咱们的高智商和高技术 最后完整的迫降 安全着陆起飞 这样的事有没有跟我们聊聊 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 没有来 这个是我的师傅师傅的经历 也是图要五次 有一次可能因为这个压了一下 飞机那就 然后就起飞了 更短的跑道起飞 当时创造世界第一就是最短跑道起飞 最短跑道降落 飞回来的机长站 飞回来的机长 这个机长 那时候心里面是不是也有点后怕 应该说还是有一点 都在家里给他特别的要夹一顿馋 他把七月四一号当成他的一个生日来过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牢牢地记住这件事的教训 即使平凡的工作 也总会有惊心动魄的事情让人记忆一生 四十多年来 新航飞机机型比较繁杂 与同时期更为先进的机型相比 也显得有些落伍 但是他们真爱每一种机型 因为每一种机型的服役历程 都印证着时代风范和群体理想 新航最早的创业者 有原中国航空公司 中央航空公司的两航起义人员 有转战南北的副转军人 有新中国培养的航校学生 也有哪里艰苦哪里去的热血青年 尽管马登导航 小铁车拉运行李的土方法 早已不再沿用 但岁月并不遥远 往事仍然历历在目 我们说到过去的这些事 肯定好多人都有好多故事 没错 咱们江彦昌对这方面很了解 您在这做个嘉宾主持 大家欢迎一下 很多老同志 老飞行员 老机长都在这 谈谈你们当时在驾驶最老的 就像现在我们所指的 212和奔驰车这种差别的 这种距离上 跟那个运武 安俩四 是不是就是那种概念 我不会说话 您就坐这说 是吧 您就坐这说 不是 我飞的是远无飞 自动驾驶也可以 但是你主要是人工操作 这个飞机主要是 服务于这个奴业 撒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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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炼放火 灭黄 急救 可以搞一下勘测 武力勘测 空中摄影 那位就是咱们有着这个 工薰飞行员称号的 飞行两万个多小时 这个是挺得来不容易的 这两万多小时啊 确确确实是不容易 在我的飞行生涯当中 肚子里的一个道理 对吧 这个机务工作啊 都有严格的工作程序 就是它机务到了飞机跟前 要做工作了 它的工具要进行清点 工作完了以后 要挥收 也要清点 一件一件清点 和刚开始工作的树 要相复 这个飞机啊 才能够 机械式签字放心 那你们平时这飞机 要是说修好了 走了 可能你们就放心了吧 也不放心 也不放心 它在天上飞吧 就像我们的孩子 在外子上学一样的 也不说要出事 但是心里面 总是担心着它 总是挂着 对 全挂着它 它是我们那个牵挂 你们干机务的 还有女的吗 我们这两个 就是我们机务的女同事 这挺少见的 干机务的 我觉得在那 你也上去修动手术啊 冬季的维修 是不是更困难一点 我觉得特别冷 工作了三年多以来 我哭过一次 是96年冬天的时候 被动出的 有一次我们飞机 回来那天刚好是大雪 因为那时候 还没有这个机库 我们所有的工作呢 都是露天进行的 我干的是 就是1286飞机 机平是个很空旷的地方 所以它的气温呢 那时候最少有了一下30度 干了是到凌晨 四点钟以后了 我在上面整整站了 有四个多小时 那时候就是手 脚全的冻僵了 眼泪就是自己都没有感觉 就流下来了 我们这个机务工作 虽然是属于那个 默默奉献吧 但是像这个飞行啊 城户啊 都是我们的龙面 相当于是个红花吧 我们的情谊 出江的航程 使他们跃进人间的繁华 尽管江外风光无限 他们始终以沙漠为坐标 因为每一次飞跃降落 都是对几百名生命庄严的承诺 他们就这样一天天 在属于自己的航线上 追逐着太阳 追逐着圆满 飞机跟这个生命联系的太紧密了 就是跟安全有联系的 实际上我想咱们的飞行员 咱们的空管 这一切可能有很多这样的经历 我们想问问咱们这个航空管制的 是不是每天上班之前 还要做思想汇报 它这个主要是对一个身体状况 和一个思想状况 还有人的情绪 从心理学角度来 它能不能够胜任今天的工作 怎么填表啊 还是说口头汇报啊 它不是跟过去的 一帮衣一对红那种 那又不是 它这个组上班以后 组长呢进行了解 比如说我们这组里面 没休息好 或者今天早上 遇到什么心情不好的时候 可以把它放在一个 比较次要的港元上去工作 如果要再严重了 它就可以不工作 包括没有吃饭的也是 约同志 可能有些什么事情 在路上耽误了 他没有吃饭 那么你吃完饭了以后 再来上班 你不能饿着肚子干个七八小时 因为我们空管指挥飞机的话 像我们乌鲁木齐 每天飞机四十多架 如果出的问题 就可能是双向的飞机 那么就责任是加倍的 空管的 就实际上就相当于 我们这个马路上的警察一样 对 交通警 对对对 空中交通管制 就是空中交通警察吧 我讲了个小故事 这个招呼巨人 我们两个有点故事 我们两个飞班长 还木月 那时候比较艰苦 也没有汽车来回接送 我骑着车子回来吃饭 自行车没啥车 就在这个地方抓发 一小时下去了 这个俩朋友到处都是需要 哎呀我考虑一下 这个飞行也没去消 我得去 我不去 它一个人飞不起来 不可怕 我就去了 我去了以后 它在那等 它等了你把他 你得干什么去 我说 好 我一下就想到 是不是那时候正谈恋爱 失恋爱 对对对对 那是往事了 好多年前 往事不堪回首 就算了 我们就不提他了 军无飞机我也飞过很多年 你不是去过 切莫集团吗 对对 当时在切莫执行农化任务 飞机港里地 我们问到假设厂里 有一股的神奇有味 就是没有燃烧的气味 觉得这个是很不正常的 当时我们决定这个判断 这一定哪个地方 有陋右的现象 所以就经济 采取两条措施 第一 经济把弄油放掉 减轻飞机的重量 第二 就飞100米的高度 减了一个小航线落地 这样冲气飞到落地 只用了两分钟的时间 化回来以后 以监察 拱油倒关 裂缝 或者是发动机工作的时候 那个气缸 发动机的壳梯 稳度是很高的 直接用燃油 要是盆到那个发动机上 后果应该是